变种毒株发威 亚洲多地的疫情有增无减 尤其印尼这个月来的确诊病例也在大幅度的攀升 为了减少前线人员的染疫风险 四水一座小村庄集合了几名理科生 把一些电气废物拼凑起来 制作成简单的机器人 每一天在社区喷洒消毒液 还负责输送物资给居家隔离的村民 虽说机器人外形非常的简陋 称不上什么高科技 但却很实用 头部是废弃电饭包 身体是挖空的旧式电脑 塑料玩具车作为底座 这款用各类废弃物组装而成的机器人 成为四水小村庄的防疫大使 替代防疫人员在社区喷洒消毒液 并为当地自主隔离的居民运送物资 还顺便送上祝福与安慰患者早日康复 因为跟疫情疫情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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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情 所以,手工是在一起的,我用作为免费的免费 免费的食品,免费的食品,免费的免费的免费 所以,我用作为免费的免费的免费 当地大学的几名理科学生在废物堆里 寻找可循环使用的家用电器和玩具 组装了这个步伐缓慢,质量不算太好的防疫机器人 虽说外形和效率都称不上高科技产品 但最重要的是,防疫时期能派上用场 四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,也是东爪哇省的首府,过去一个月里,当地出现毁灭性的第二波疫情。 全国目前累计超过370万人染疫,11万人死亡。 马信社电视综合报道。